在便利人员车辆跨境流动方面 积极支持促进恒秦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发展若干出入境管理服务措施明确 在恒秦口岸试点推行长旅客计划 对经常往返秦澳两地的商务公务人员和澳门高校职工等符合条件的出入境人员 提供长旅客通关便利安排 实行出入境通关车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 实现跨境车辆一次排队集中采集联动放行 进一步提升出入境车辆通关效率建设智能化车体检查系统 推动实现车体检查一次停车信息共享共用 结果同步判定减少跨境车辆停车检查次数和等候时间 目前恒秦口岸与澳门两地往来人员车辆数量大幅提升 口岸日均客流量增长至4万人次 车流量5400余辆次 此次措施的出台将更加便捷 横琴与澳门两地人员与车辆的往来通行 在服务特色产业发展方面 措施明确为参加合作区与澳门联合举办跨境会展工作人员 专专业参展人员和持有展会票务证明的境内外旅客 依法依规提供申请办理出入境证件签证签注便利 并为上述人员和展品运输车辆提供预约办理随到随办快速通关保障 大力支持服务文旅会展商贸产业发展 实行进入合作区港澳游艇定点停告 就近连接新监管模式 适应水域扩大开放需要 优化网上申报检查流程 加快完善游艇码头安全基础设施和边检监管系统建设 促进合作区游艇产业发展和海岛旅游资源开发 支持促进旅游业发展 在保障社会民生方面 措施明确为经恒勤口岸前往澳门机场乘机的旅客提供通关便利 支持加快恒勤口岸二期工程客户车通道 澳门大学恒勤校区与恒勤口岸专用通道建设 支持合作区研究开通秦澳水运新航线 进一步便利两地居民日常通行 在恒勤口岸旅检大厅设置跨境学童专用学生通道 对乘坐巴士集中通关的跨境学童 以及上下车辆不变的残障人士老年人 实行随车查验 优先为相关危重病患及家属医护人员办理出入境手续 进一步便利特定群体快速通关 优化进出合作区跨境车辆备案手续 实现车辆信息自动备案 以办理旅客快捷通关的驾驶人员 无需再到现场采集信息 节省往返办理时间 进一步便利澳门机动车入出合作区 进一步便利澳门机动车辆机动达